執行的話 特別是1 請你程式寫在這裡 確定按鍵 按下去 然後呢 它會觸發一個事件 所以這邊的話一定是Click事件 OK 那我這邊已經寫好了 我先把那個 這個字沒寫好 User form 2 點它兩下 那一樣嘛 這個東西 Command button 1 指的是那個 那個原件 底線後面的話就是Click 就是被你點一下的意思 所以呢如果說你不是點一下 你要點兩下就Double Click 或者還有其他的 等等的它什麼 Key的話是按鍵 Key Down或者等等的 那如果說今天它按一下這個按鈕 要做什麼 那我就是 先取得什麼呢 上面這個東西裡面的值 這個東西叫什麼呢 這個東西呢 它的名稱會告訴你 它的名稱它叫做Name 叫做TestboxE 然後呢 我就是取得它裡面的值 輸入嘛 輸出到哪裡呢 這個Label 3 不過特別是說 你們的名稱可能不見得跟我一樣 所以 你們要針對你的那個名稱去做修改 我叫TestboxE 這個叫Label 3 輸入在這裡 輸出在這裡 那我程式怎麼改 一把剛剛的程式有沒有 這個東西 複製 外面不用 這一中間這個 複製一下 二的話呢就是到 這邊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它本來是去 哪邊抓 去這邊抓 那現在去哪邊抓 去這邊抓 這個叫TestboxE 裡面的資料叫 裡面的資料就是一個屬性叫Test 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就打一個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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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box 1 記得我這邊都寫小寫 第一個 下來點下去之後的話 如果你點下去有清單 表示有這個東西 如果你點下去 奇怪怎麼沒有反應 那你要檢查一下 名稱是不是不一樣 你可能第二次拉遍Testbox2 Testbox3 都有可能 OK 名稱不一樣的話 你就要換一個 裡面的資料叫Test Testbox 所以 這樣子 一開 變大型 這沒有問題 就是從哪邊 從這個裡面抓資料 丟到這邊 丟到這邊的話 這個東西 本來叫這個 那我們叫什麼呢 那個叫 Label L A B Label 3 裡面的資料呢 因為是微讀的 所以是Caption 所以是C Caption OK 然後就把這個東西 幫我丟到那個裡面去 叫Label 3 點Caption 特別是唯獨的是Caption 有資料的是Test 兩個可能不一樣 然後就把底下這些有沒有 這個都把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Ctrl C C Ctrl H 做什麼呢 把這個 直接全部取代成這個 這樣子 按全部取代 會比較快 不過你一個方向T也OK 不過我的習慣是 就是複製 複製 全部取代 好 有三個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就輸入到這邊 輸出到這邊 OK 那我這邊最後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的話 OK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 我就直接把它直接執行 然後這邊就輸入什麼 輸入65 那一樣Enter一下 再Enter一下 撞你 不過底下我忘了改那個字大小 然後這邊都要改個22 Enter 再Enter 不過可能會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很麻煩耶 這樣 如果直接56 Enter直接出來就好 為什麼他還要Enter一下 再Enter才能出來 那有沒有可能怎麼樣呢 我不要按那麼多下 這個字先改一下 就看到 Fone Color 如果呢 不要按那麼多下 記得喔 事件驅動 當這個裡面怎麼樣 這個把它點兩下 這個叫Test Box 1 Change 可是實際上我是按Enter 自動幫我轉換成 按按鈕 這樣怎麼做 特別重要 這個可能要把這個的 Change事件 改成它 按下按鈕 那按鈕的話呢 這個應該是有個Key有沒有 Key的話指的是按鍵 被按下去 被按下去 它有Key down Key press Place被壓下去 Key up是放開 還有Mouse 不過基本上是Key down 按下去的時候 再來判斷什麼 判斷它按下的是那個Enter鍵 Enter鍵可能要知道ASCII code內碼表 ASCII code內碼表 那也就是說當它Key down的時候 然後做什麼呢 判斷是不是13 如果是13的話 幫我轉換到這個SAD 你會發現它也是SAD 那這個怎麼做 最後我們來看 最後這個我有點 我記得它if 如果呢 它的Key call 有沒有 這邊有個Key call 它傳過來的Key call 如果是13的話 那就幫我轉換 所以這邊Key call 如果Key call 等於13 那就是Enter 然後幫我怎麼樣呢 直接就call那個 Enter if 直接就call這個 這個叫command buttone click 直接就等同是按按鈕 然後可以把它佈置下來 那前面加個call 其實到底跟剛剛一樣 好 程式寫 那我不確定的話 我這邊設中斷點 再跑一下看看 這邊輸入22 它停住了 OK 那它會反覆在這邊去追蹤 那這邊的話呢 就讓它跑一下 OK 22 每一次Key它就會去偵測一下 然後按 不 直接按Enter Enter之後的話呢 這個Key call有沒有 Key call是13 Enter就13 那然後呢 F8 Call這個 所以基本上就 沒問題 把它中斷點拿掉 這個移開 所以我把中斷點拿掉之後 65 Enter 有沒有 你會發現馬上就直起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再試一下 那程式部分 我剛才有把 那個這一段 放雲端上 這一段的話呢 我待會把它複製 貼到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來發明顯卡 給各位 那我們中午用個餐 下午再 再接再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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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